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环境议题的创新商业模式 活动中也特别发表八周年成果影片 台北值得越来越好 一起来看计划八年有哪些内容 七大政策资源的提供 全台第一个专属设计的优惠贷款 全台第一个企业出题 设计解题的产业合作模式 八树加次的设计参与 跨逐六大领域 113件永续合作的促成 2.72亿元产值预估创造 累计八年丰富的成果 持续替你与我打造台北宜居永续的无限可 换上衣服出门时 你是否曾经想过 身上的这件衣服 如何从一块布料 变成了光鲜亮丽的时尚单品 Storewear将8200把的回收布料 以及1.5万件的回收牛仔裤 重新再制成为我们的 全系列的服饰以及配件 我们也帮助超过了 40位的二度就位妇女 以及老妈家庭 一起来缝制我们所有的商品 创造材料到人才的正面循环 看见新闻上热议的再生能源议题 想要参与却不知道怎么做 阳光福特加打造全台首长绿能全民电厂平台 同时也是国内第一家绿能收电业 让每一个人都能选择 自己想要的能源与未来 阳光福特加号召超过3万位民众 一起提供屋顶 小而出资购买太阳能板 同时我们也结合企业ESG创新行动 通过绿能供应的模式 帮助弱势团体也能共享绿能 一个地方政府 大概很少像台北市这样 在八年前就看到社会企业 必须要由政府来促进 然后我们也谢谢这么多的非议理组织不断的投入这个市场 虽然台湾在我们相关的商业导向的环境里面 其实社会系业是非常辛苦的 所以在台北市我们做了蛮多的努力 那我上一次看到董事董事董事理的时候是在脑马协会 現在的社會系列運用了它對於地球的一些責任 結合了各種面向 甚至可以幫助大家的弱勢團體 我覺得這個部分大家都非常有概念 只是可能在獲利環境裡面不太容易 所以政府的協助就變得很必要 我自己到臺北市政府當副市長的時候 就發現社會系列在臺北市跟創新創業是一樣的重要 因為創新創業的年輕人需要的是舞台 其實社會系列需要的也是舞台 只要把這個舞台讓它成為 至少可以自給自足 甚至可以協助別人 大型的企業也都在找適合的案件 尤其是今天的主題我們的ESG 臺北市政府從今年做了一件很重要的事 可能大家還不知道 臺北市已經通過了2050G0探牌的法案 臺北市已經三獨立打通過 也是唯一通過的地方政府 所以我們接下來每一年 我們都會去在我們的建築 還有我們的垃圾處理 還有我們相關的設施設備 比如說減能減碳的電器上面 政府都會變略固定的運算 去為將來的金銀探牌做出努力 我們臺北市政府認為整個社會企業 是整個社會創新的一個很關鍵的動力 所以八年來我們始終不餘力的在推動 這個社會企業跟社會創新的推動 那麼從前年開始也就兩年多前 我們特別尋找這個企業 來媒合它跟這個社會企業的合作 換句話說就是由大企業來出題目 然後由我們的社會企業的新創 來提出解答 提出解方 那這樣的合作我們也看到很多的成果 所以今年2022的企業解方 我們特別舉辦這樣的媒合會 由企業來提出它的需求跟它的方向 然後希望來媒合更多的社會企業 可以來參與 創造更多的可能性 我覺得透過所有的這些新創 那這些社會新創可以不斷的提出 解決社會的問題 然後也幫助企業提出一個有效的解方 會帶動整個社會環境 不斷的循正向的旋轉 然後找出更好的一個解方 我想我來舉個案子好了 我們在前兩年SORRYWEAR這個社會新創 跟這個統一超商 還有這個腦麻協會合作 這個讓這個三方循環 由統一企業它回收的這些寶特瓶 那這些材料在做成這個布料 由這個SORRYWEAR他們這個社會新創 他們把這些布料重新的再做一個設計 然後尋找腦麻協會這些單親家庭 跟這些腦麻的家庭 他們來製作 然後整個這個產品 在SORRYWEAR通路來做買賣 然後它所回收的跟賣出來的這個經費 再回捐給這個腦麻協會構成一個正向的循環 我覺得這是一個很好的個案 我們看到一方面解決社會問題 同時也幫忙很多的這些家庭 找到一個它工作的機會 同時也把這些原來可能會創造社會的 負擔的這些材料 重新回收再利用 變成是一個有用的資源 這樣所構成的一個多方的循環 我們認為這是一個最好的一個解方 透過企業與社會企業的合作 讓更永續的解決方案走入一般民眾的生活 現場也邀請金融 百貨零售 科技等產業的企業代表 分享如何與社會企業合作 創造商業與永續的新契機 一跳我們的願景是為大多數人創造更美好的生活 那一樣跟這個三個圈圈有關係的社企夥伴們 我也在為你們招手 第一個我們要著重領域叫做永續跟健康的生活 就跟台北市說要打造移居永續的生活一樣 任何你們有這個解方 有這個產品 可以幫助我們的客人在家裡面過個減碳的生活 如果你們好的產品原料都會有典型 那第二個我們IKEA承諾在2030年之前 成為一個氣候正效益的公司 以及轉型成為一個循環經濟的企業 所以各個的好夥伴們 你們想設有循環經濟的啟發 有綠電的解發 或者是有這個能源貧窮的一些問題的意識 想要創意等等 都跟我聯繫 我們是領導 然後再來第三個 Bare Equals 就是說我們在對員工 在對公益商 在對當地的社區 我們可不可以做到每一個人 都能夠享受到美好的生活 所以弱勢的輔助 長者的輔助 心理的健康等等 假設你們有相關的問題 相關解防都來跟我聯繫 要環球動物中心 基本是要打造一個綠色的永續商場 我們核心的價值是從赤身做起 我們從商場的赤身做起 然後去串流我們所有的合作的品牌 來跟產商的部分 然後我們去建立跟消費者的互動裡頭 去建立一個永續教育的品牌 環球動物中心跟其他的商場 不是只是買東西 我們希望透過跟消費者的互動 我們希望打造一個教育的成所的部分 所以在綠色永續的商場裡頭 我們有推動綠色的低碳 還有循環再生的建柵 像我們歷史解釋 就是用循環再生的建柵去建構一些 外產的環境 還有幣服務創新的像電子女卷的部分 還有一些我們目前跟三家行動支部裡頭 去做這些的合作 就推動母子化學的消費 第二個我們也串聯了 我們跟我們配合的品牌 大概250家裡去推動環保餐具 還有一些的環保友善的商品的部分 去活化大家的日常的健康的生活 台北市政府以公司協力的方式 來推動社會企業的育成賠利 未來也將持續鼓勵更多企業與社企攜手 在ESG浪潮下 共同為社會環境盡一份心力 同時也開拓永續商機 記者陳淑萍台北報導 國際金魚會總監林振鵬 為新任會長方榮九披上彩帶 正式將台北京華分會會長一職 由卸任會長李一華手中交棒 在京華酒店舉辦的交接工藝晚宴 現場近百位商務人士 各行各業精英以及民意代表 中山區多位里長 中山區公所副區長都出席參與盛會 用行動支持金魚會推動工藝的理念 我是京華會第三屆會長方榮九 我們目前是勞資顧問代表 很開心今天可以在台北市京華酒店 舉辦京華會會長交接儀式 以及公益晚宴的活動 我們這次京華會其實是一個 就是以商務交流為主要目的的團體 但是我們在從事商務交流活動之餘 我們其實不忘做一些分享 就是我們會做一些社會公益方面的活動 所以藉由這次交接典禮的晚會 我們也邀請了台北市有五個禮的禮長 請這個五位禮長做代表 幫我們贈送一些必須要的資助 給該禮的一些禮民們 然後就是我們來從事社會公益的活動 那我想我這一屆會長有一個很重要的使命 那就是我希望透過更有效率的一個方式 然後幫大家在做商務交流的時候能夠更加容易 然後我們的公益活動也可以長長久久地繼續進行 那幫助各位企業家可以有更加傑出的一個表現 讓事業更加順利 穩定成長 我是第二任的進化會的會長 然後今天準備交接 然後我是事務機業代表 就是銀機銀錶機的 然後在我們這一屆裡面 我覺得最快樂就是我們是一群公益商人 我們是國際的公益商人 雖然我們不久 我們成立不久 可是我們非常的有活力 然後在我這一任裡面 我們辦了兩次的公益活動 第一個我們取得逸光漁遊院 在新店的逸光漁遊店 然後有請他辦活動 請他一起分食 然後也把我們剩下的結管全部交給他們 然後也在一次講座裡面 我們也請了桃園少年之家 來參加我們的活動 也很欣賞那位牧師 能夠把迷惑的少年帶回去正途 雖然商人 可是很希望碰到這些活動的時候 我們都很興奮 為什麼 這就是我們人生的目的 我們社區的部分是這樣的 因為我們總監是因為我們在中山區 所以我們這次活動 特別也訂在金華酒店 在中山區 所以我們這次當然就是剛才報告 我們請了一些里長 還有我們都是我們中山區的議員 我想說我們不酒不打 可是我們要緊跟 讓我們的這一塊地方更有活力 更完善 更圓滿 大家可以看到我們金魚會的LOGO 它下面那兩個 其實是兩條就是抽象的金魚 它是兩個金魚 那一隻金魚是代表商務 商務的合作 那另外一隻金魚是代表公益 這樣我們有金魚合作的精神 金魚的勇氣跟智慧 然後一起來把這個公益做好 國際金魚會是由各行各業 企業家金英所組成 總監林正鵬表示 金魚會成立的宗旨 是希望改變世界做公益的方式 透過商務合作 開拓事業夥伴 進而出錢出力推廣公益 好 我們的金華分會呢 是我們國際金魚會 在全世界成立的第一個分會 那它在2021年的時候 7月1號成立 所以至今已經成立了超過一年了 那我們也交接到第三任的會長 那第一任的這個創會長 是這個王春彥女士 那第二任的這個會長呢 是我們的李一華先生 李一華會長 第三任是我們的方榮九會長 那在這三位的會長的這個 奮鬥之下呢 那我們目前已經有20多位的會員了 那裡面的包含各行各業的企業家 然後會計師 律師 還有醫師 還有銀行業 還有上市櫃的這個高級 這個管理階層等等 那我們主要就是一群公益的商業家 那我們這是利用商務合作的力量 然後讓彼此的事業做大 然後再把這個商務合作的這個 收穫 然後來做為這個支持公益的力量 大家有錢出錢 有力出力 所以其實我們是一群公益企業家的團體 好 經營會的宗旨呢 其實就是我們是用商務 用商務來支持 支持這個公益 用商務來支持公益 那我們希望我們的這個未來也會有開 在全世界各地呢 都會有開拓越來越多會 然後讓更多的這個有志於公益的企業家 能夠來加入 那一起來壯大這個公益的力量 然後一起來讓我們的公益力量成為向上向善 那讓企業呢成為取之於社會 然後用之於社會的這個 現在的這種 公益社會的公益企業的這種方式 好 那藉由大家的雙手呢 我們熱烈來歡迎鼓勵我們的這個整個領導團隊 現場也公布由方榮九會長所帶領的新領導團隊 方會長也期許在接下來的任期中 繼續壯大台北精華分會 讓更多人加入團隊成為夥伴 為社會貢獻更多的心力 記者領席會台北報導 HOME PLUS 中家寬評在地影像賠勵與針劍計畫開始囉 即日期到12月15號為止 豐富獎勵 能你來拿 詳情請下中家新聞FB粉絲團 或掃描針劍簡占QR Code 散播假消息好可怕 讓我來帶您看一起假消息的社會案件 話說基隆有一名富人在聊天群組 分享自來接中藥行夫妻確診死亡 還附上消毒照片在LINE群組 不斷被轉傳越鬧越大 連中南部親友也知道搞得左鄰右舍都很緊張 大家畢之為恐怖 及後來結果怎麼樣 雷中藥行夫妻根本沒死啊也沒確診啊 當地里長找到這名散播消息的婦人 他解釋並不是有意的指示轉傳 沒想到事態會這麼嚴重 他親自前往下櫃登門道歉 中藥行老闆最後決定原諒他不追究 這是真實案例要告訴您 疫情期間假消息可能就在您身邊 一定要聰明辨別記得一 眼見不一定為真二 分享前再想一下三 養成訊息查證的習慣 記得一 眼見不一定為真二 分享前再想一下三 養成訊息查證的習慣 因為很重要 所以講兩遍要記得歐中家集團關心您 畫面現場是內湖公民會館與國立台灣戲曲學院合辦的歌仔戲教學 透過三堂課程指導老師郭元瑜 手把手教導學員 歌仔戲曲調的演唱與聲斷技巧 在最後一堂課程中 也由學員們分組展現學習成果 這堂課程師的小學 Iowa Iowa Henderson scrip apolog 因為那個其實我從小就覺得很喜歡看歌仔戲 那覺得說有看到有這個訊息覺得很棒 就趕快報名登記 佔名額 那我先生他是對京劇比較有興趣 他也是陪我一起來 其實這個戲曲都差不多 可是各有各的巧妙 所以我禮拜六在劇校學京劇 然後在這邊學這個歌仔戲 我很高興到這個年紀還能學到 因為這都是我們小時候看的東西 現在外面已經很少人 所以希望多舉辦一點這種活動 我自己有在接觸劇場的演出 然後在姻緣機會之下 我看到郭老師的臉書有這樣的訊息 然後我覺得這是一個很容易參與的時間 因為在平日的下午 所以我就邀請我媽媽也一起來 我媽特別遠 從桃園一起來 然後我媽還說這三堂課 就要做一個簡單的小聲跟小彈的驗收 也太難了吧 但對我覺得來說 就是老師非常認真 在短短的三節課給我們 又是彈 又是聲 還有一些劇場裡面的聖誕寂寞筹 關於歌仔戲的一些的練習 那對於沒有學過歌仔戲的朋友 其實是非常合適的來參與 然後拿道具 然後熟練 聲巧以及歌唱 媽媽你覺得呢 對呀 我覺得有這個機會真的是很棒 老師很厲害 但小聲難不倒塌 而且教我們腳步手樓 就讓我覺得真的是幸運 很幸運 很幸福的三堂課 老師在開課吧 技師吧 對 希望老師能夠多多有這個機會 讓我們多多學習歌仔戲 認識歌仔戲 我媽媽很開心 媽媽很開心 我愛你 愛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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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去 請問 請問 不要 請問 我是從桃園中壢這邊過來的 那我覺得從小就有看歌仔戲 然後我覺得歌仔戲很美 然後加上我覺得台語 我們要學下去 要團下去 所以我自己要來學這樣 來上這個課很開心 然後老師也教得很好 因為本身我就是戲曲學院的學生 然後來這裡也可以多學一種戲曲 畢竟我本來是金句戲的 來學歌仔戲 感覺很好 很有樂趣 然後而且老師也很會教 老師唱得也很好 然後很多地方是值得我們去學習的 因為第一次參加這個公民會館辦的 然後感覺非常的活潑 然後覺得我現在對歌仔戲 就是有更深一步的了解這樣 因為這個歌仔戲就是唱台語 所以要讓大家了解這個歌仔戲的文化 一定要讓大家了解這個台語 議員這個重要性這樣 所以給大家唱歌 唱曲 最重要就是這個歌仔戲的文化 就是這個四大曲調很重要 另外就是說這個歌仔戲正前有一些很可愛的戲文 讓大家了解一下 所以這個不說很嚴肅這樣啦 讓大家這樣歡喜一下 所以有這個小聲還有一個小段 讓大家會記得這個新段如何比 這個唱歌要唱 唱歌要唱 唱歌要靈 所以就是要讓大家知道這個歌仔戲 是如何來表現 台灣戲曲學院就在我們內湖公民會館的 斜對面 壁湖公園的旁邊 那戲曲學院本來就是擔負著 傳統戲曲的一個傳承 那我們今天很榮幸透過 推廣教育的方式 來讓更多的民眾來體會 傳統的戲曲的一個精髓 那麼我們館長 書館長很用心 我們結合了我們的戲曲學院 以及叫復興聚校 那麼他們的學生真的 差不多小學三四年級的時候 才可以進到這個櫃校來學習 那我們今天讓我們的家長 去體驗到以前學習的人 真的要學一個藝術是不容易的 那麼這樣之下呢 今天有這麼多的媽媽跟小姐來體驗到說 這就是我們台灣的一個特殊的文化 那我身為福兵里的里長 我覺得很榮幸我今天來到這裡 看到很多很多的媽媽跟很多的年輕人 很喜歡學藝術就代表我們在這裡 尤其內福區的地方 我們傳統藝術還是可以值得花樣觀大 來參加的學員有親子黨也有夫妻黨 還有遠從桃園來的民眾 大家都很感謝老師以輕鬆有趣的教學方式 讓他們有機會接觸歌仔系傳統文化 老師教得非常好 上課非常的活潑 好可愛 而且唱得非常好 每次上課我都覺得好像看了一場表演一樣 好棒喔 好開心 老師的教學非常的認真 而且也不常思的 真的在手把手的教學 いく allows зрivin也用 mountains 就張開私情之樂arah 藝術送 tellin也用 博藝術送給我 深奸美術送給我 再開私情預言 loops encima啊 好嗎 Plein 轉圈 放好小粒 無人換 放滾 放滾 想到 數兩三架 紅包穿 數兩三架 紅包穿 放我 掌聲鼓勵一下 老師有去想要怎麼去帶給初學者 怎麼去教初學者 然後如果說未來我有看到 就是初學或者是國外的朋友 他們有想要學的話 我可以大概怎麼跟他們介紹個來戲 然後挺好玩的 可以玩到很想玩的馬邊 點一下 上次講什麼 跪騎摩托車就跪騎馬 點一下 繼續聽一下 對不對 好唱 心裡得特別了 掌聲鼓勵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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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參加這三堂課 讓我就是更熟悉 歌仔系的基本広蕩 曲調 聲段 尤其這次有教小聲小蛋的聲段 那更有趣的就是有教騎馬 對 這是一般可能在外面 可能比較沒有學到的東西 然後蠻開心的 所以這三堂課就是要第一 歡樂 第二就是我們要讓大家更看得懂戲曲的表演 意象的表現 曲調之美 再來第三個就是說 希望可以讓大家體驗完之外 我們可以讓這個戲曲的流傳 大家會更有興趣 阿爸就阿爸 阿母就阿爸 這樣樓上就樓下 做回來學歌戲 這樣啦 這樣大家看到 覺得這個歌戲很趣 那公民會館 就是透過希望這樣的一個傳承 那我們也得到一個非常好的回響 那我們有機會也會跟戲曲學院繼續合辦 不管是國劇的欣賞或是其他的傳統戲劇 那讓我們可以來體驗這些傳統戲劇的滋美 在歡樂的氣氛中 歌仔戲體驗課程圓滿落幕 內湖公民會館表示 未來也將與台灣戲曲學院繼續合作 推出更多元的體驗課程 讓民眾有機會來認識傳統戲曲的文化特色 記者陳淑萍 台北報導 來 各位同學 你們要說什麼 元宇宙巡迴推廣車正式起航 首站停靠在台北市明輪高中 配備AR眼鏡、VR頭盔及iPad等 新影設備引導學生了解元宇宙 提供沉浸式體驗 8月開放各校申請 讓師生兼能及時掌握 新興科技發展趨勢及先進技術 培養未來元世代優質跨域數位人才 台北市從111年1月發布了 元宇宙教育計劃 總體計劃我們從三個面向、三個主軸 七大策略來實施 分別是教室在成長、學生學習 跟環境智慧的一個優化 首先在教室在成長方面 我們已經辦完了我們236校 所有的校長跟主任的科技領導演習 我們也培育了總共544位元宇宙的教師 我們也補助了有23校 申請元宇宙的教育專業學域社群之外 接下來也會即將開展高中到國小 15個單元的元宇宙教材 其次我們也進行了教師的VR教材的徵選 有鑑於過往的一些VR教材 比較沒有辦法貼近老師的教學使用 我們徵選出了高中、國中、國小三套 我們會進行公司協力來開發 讓全市的學校都可以來使用 另外在學生學習方面 今年一共有26所學校 已經申請到元宇宙教育融入課程 他們會在111學年度融入各領域課程 將會有每校大概會有6到18堂的課程 分為基礎的跟進階的 另外在人工智慧方面 今年我們在AI教育方面跟鴻海合作 我們推出了國中的AI模組化課程之外 我們高中的AI專班 在北四科學校 也從原本的一校中正高中 另外增加到三校 這個百寧高中跟我們的這個 楊林高中 形成一個AI高中的一個三角 另外我們在今年的8月 也即將產出我們的這個量子電腦的教材 高中量子電腦科技的教材 好 那接著呢 我們的資訊素養與人力 剛才有提過 這是非常重要 我們現在是第四版 即將在做第五版 我們會把元宇宙、NFT 還有區塊鏈等等新興議題融入其中 另外在學生學習方面 很重要就是我們的這個競賽的部分 我們支空性大賽 從以往的這個基木型機器人 我們在今年都延伸到了四組 我們基木型、人型、無人機 還有我們的這個機關達人的比賽 我們這次也讓這個資訊科技 跟人文做一個很完美的跨域 我們扮演這個AR的創作競賽 各位嘉賓等一下可以到我們 明倫高中藝廊去欣賞我們學生的這個 藝術創作 會動的這個藝術創作 那我們也推出了全國第一台的 元宇宙巡迴車 將在111學年度到150所學校 來去做一個巡迴 最後是因為我們環境優化的部分 我們隨著5G網路的發展 我們會幫助學校來建構一個 VR的一個教育環境之外 我們也會幫助各校 建置360度環境的一個 學校的一個介紹 最後我們希望 教育齊航元宇宙 讓科技世代跟老遊 讓台北市成為我們未來人才的搖籃 另外教育局結合資訊科技與藝術創作 辦理元宇宙文化藝術創作競賽 參賽學生運用AR技術 讓自己的藝術作品動起來 藝術展也將展出56幅作品 是一個大家都可以簡易上手的東西 當然也有其他高手畫的 這個是博愛國小 同彩以及小朋友畫的 實拍國中的團隊 齊天大勝斬藏才 這是我們的AR作品 校園植物高通會 台北市長柯文哲及教育局長曾燦金 也進行元宇宙XR 藝術展開幕活動及體驗 見證元宇宙教育總體計畫 透過課程競賽及宣導活動 接近元宇宙 市長也為台北市自動訓應用大賽 元宇宙文化藝術創作競賽 及VR教材甄選競賽頒獎 台北市的教育能夠活動發展 其實非常謝謝我們的家長會 聯想會 給我們教育局 能夠活動的支持 各個地方先感謝大家 那這疫情已經兩年半了 改變了整個 我們台灣的社會生活的很多 知道我們台北市在公室自衛教育 相當早 可是在前幾年 包括顧客的推展都相當廣泛 因為人要改變行為不容易 所以直到在2020年 疫情一爆發 要停客不得使用 剛好我們的問題建設 做得差不多 所以就 剛剛危機又是轉急 因為人在 沒有遇到壓力 他非常改變行為 所以在他以前 顧客演算中 拍很多影片 也放在網路上面 可是點擊率很低 一直到2020年疫情一爆發 要停客不得使用 所以就快速等了 那也剛好我們的問題建設 也差不多完成 所以 在這兩三年當中 在過去兩年當中 我們台北市的 智慧教育要非常快速的成長 那我大概看了一下 其實我們 教育局還是 這幾年在國際上得獎 主要集中在 折氧隊後 那我們現在這個疫情的關係 讓這個 網路事件 變得更普遍 那 原宇宙 事實上就是一個 透過 各個資金產業 建立一個虛擬門店 當然是這樣 道理這個會發展到什麼程度 坦白講 剛剛有一句話叫 D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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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只有你的想像會限制住你 所以 因為它技術可能一直在進步 這個原宇宙會變成怎樣 我不曉得 不過有點到是確定 就是說 線上線下的整合 包括教學 還有一個虛實的整合 虛擬世界跟真實世界的整合 大概是未來的一個趨勢 那麼 我們台北市在109年 都開始在 國中小開始 購置VR的 頭帶的 減視器 它設了一個3P分級中心 還有7個 每個身分 我們就希望說 把這種智慧教育 帶去學校 那 那也因為我們應急的推廣 你知道 特別在經過這個 兩年的疫情 因為整個智慧教育快速發展 所以教育局 應用這個 應用這個情勢 你知道 要開始推動元宇宙 那麼 我們台北市教育局 再推動元宇宙 還是分個三話 一個是專業成長 學生學習 跟環境流亂 其實 教育的本體 還是老師 所以第一個 我們要有效的 先從我們的老師 能夠接受這種新的知識 再來就是 變成課程 讓來學生學習 當然最重要的 還在這個環境 特定機構 還在進行 那麼目前 我們 我差不多 如果用上課的方式 讓學生去學習 有時候它變成一個工作 如果你把它變成比賽 你都不要想 它就可以工作到半夜兩三點 所以我們現在有那個 台北市自動訓運用大賽 元宇宙文化運輸工作大賽 我們常常是用競賽的方式 鼓勵學生自己 自己去努力 那麼 元宇宙相關的知識 包括運算思維 程式設計 STEP AI量式電腦等等 我們今天還是要頒獎 感謝很多的老師 跟學生 應用這些特別知識 來實踐我們的指揮 那麼 轉到未來 剛才有一個 最重要的就是 我們要展示 我們那個 元宇宙巡迴飛廣車 因為我不太可能在每個學校 都放元宇宙設備 所以先放到一個 新玩車照片 那就可以到各個學校去 那如果每個學校都有種子教育 再用那個元宇宙設備 就可以在那個學校 進行元宇宙的教育 當然是這樣 明天要出現什麼問題 我們不知道 只是說 當問題出現的時候 我們又有能力 又有勇氣去解決它 這就是我們推廣這種 智慧教育真正的建設 新冠肺炎疫情以來 北市智慧教育快速發展 元宇宙概念出現後 北市更積極推廣軟一體建設 並以競賽方式取代日常科業工作 鼓勵各校師生共同合作 取得獲獎榮耀 同時也肯定合作企業 記者問郡台北報導 長期關懷公益的阿基師 與同門師弟妹宋雅童 游結宴響應人安基金會1680 一路邦寧活動 來到萬華平安站 擔任愛心大使 號召民眾關心皆有韓事 擔任房機大使的阿基師 更在現場一展廚藝 利用簡單的廚具與常見的泡麵食材 料理出經濟又美味的餐點 那我今天用的是最簡單的泡麵 那各位好朋友記住 泡麵泡泡 泡麵的意思就是 讓它整個麵體能夠撐開 那你吃的時候 在腸胃裡面 它是很好消化的 那麼在這邊我們的功能 專業就是很好消化的 當下讓你在長時間 囤積在腸胃裡面 不會一下子就餓了 那你是不是就能夠防止它肌餓 這特別 各位報告一下 那麼 這邊 來各位好朋友記住 我用的三包 不曾經歷啊 那麼 三包的麵體以外 因為有礙於這一個廣告的嫌疑呢 我就不多話 但是這個麵呢 各位記住 一定要水滾的下鍋啊 水滾的下鍋它才能夠悶泡的起來 那麼透過這麼樣的一個訣竅呢 跟各位講一下 泡麵其實跟我們煮白飯的意思是相同的 你以為說飯煮好了 電閘跳起來就能吃嗎 那未必 電閘跳起來 你還要在這個店鍋裡頭上微悶一下 讓它每一個米粒的質感呢 能夠更Q彈 當然我今天也不例外 希望我等一下水滾了以後 我把麵丟下去 也是一樣前後時間 大概60秒不到 就撈起來 撈起來幹什麼 麵芯還沒有透 但是我就用這個鍋蓋蓋起來 地形地物利用 門一下子整個麵底了 它就很Q了 擔任防韓大使的宋雅通 則是現場示範編織圍巾 呼籲大眾加入一起編織愛的活動 在冬天來臨之前 將完成的編織圍巾毛帽 寄到平安站 傳達愛心給韓市 我今天知道為什麼 防韓大使一定要請亞同來做 我相信如果這交給男生的話 不夠細心是吧 這肯定大概支個兩分鐘 應該就結束了 但是我們人安基金 為了義工們有男有女 男生他們都是很有細心的感覺 一條完整的圍巾 而且他的花色還有很多 不只是我那麼單一的 然後他們就是很花心思的 可以綁成了一條完整的 給我們的韓社們 對 這個就是完成品了 律師尤傑彦 則是擔任防病大使 示範拉筋伸展動作 提醒韓市們要隨時留意身體狀況 所謂伸展呢 其實我們一句俗話講 肌軟一寸 瘦長十年 那我們做這些拉筋的動作 其實主要也是因為 這些拉筋的動作 其實它不會受你的時間 或是你的場地 或是地域的限制 那你其實 只要你隨時想做 你就可以做 那這樣的動作其實 會讓你在你平常 你感覺壓力大的時候 或是疲憊的時候 或是不舒服的時候 大家拉拉筋 其實會讓你的身心 會覺得更舒服 那首先我們 我們今天主要簡短的 示範我們上半身的 一些拉筋的動作 好 那我第一個 為大家示範我們的呼吸群的拉筋 拉筋動作 那馬上幫我拿一下麥克風 那首先我們先伸出你的右手 反轉往外側 那左手一樣反轉往外側 然後你交叉起來 然後往上拉 其實你就會感覺到 你胸部 跟肋骨的呼吸群 就在做拉展 人安基金會萬華平安站 去年遭遇祝榮之災 經過漫長的整修後 終於重建 卻又逢疫情再起 服務再次陷入困境 其實這個活動呢 是應該早在年初的時候 1月份我們就要舉辦了 因為那個時候剛好 平安站修建完成 然後想要請阿迪斯來幫我們做一個 有點像是浴火重生的一個造勢活動 但是偏偏在今年年初的時候 疫情真的是相對提高的嚴重了很多 那很多的活動 或是聚集的東西 我們都不能夠辦理 一直好不容易延到現在 那阿迪斯還是很堅持的 可以幫我們做這個造勢 讓我們跟大家說 魔法戰恢復正常 其實我們現在要跑一個公案 叫做常年公案 大家往往都會在三節當中 才會想到說一些弱勢貧困者 那其實我們每天都在服務著 他們每一位朋友 提供兩餐 提供洗澡 提供沐浴 那每一天我們的花費 其實都算是很龐大 這兩年因為疫情的關係 有些善心人士真的也是口袋緊縮 那呼籲大家可以 小微的定期定額捐款 然後幫助每一位朋友 從後回歸到社會 去年在三月份火災的時候 那個時候 一樓 大家現在看到漂漂亮亮的 當時其實是滿目充益 完全沒有水沒有電 那 當下我們主管也決定 機構也決定說服務不能間斷 不能因為我們自己受傷了 讓別人惡肚子 所以我們就在這個門口 頂著燕陽天的時候 正要轉夏天的時候 因為沒有水沒有電 連電風餐都不能用 我們依然發著便當跟乾娘 給每一個朋友 然後一直到 籌措資金 找廠商來評估 維修的方式 跟進度 緊接著 疫情就爆發了 那那個時候 萬華屬於 比較嚴重的區域 廠商那時候也無法進來 然後各個動作 全部都只能停換 但是我們也是 持續的做服務 一直到快年底的時候 又遇到另外一個問題 那就是 三月份的價格跟年底的時候 的材料價格完全不同 所以又提升了 一個修繕的經費 對 所以我們一路以來 是這樣跌跌撞撞的 到了今年的年初 才慢慢的恢復正常 那我們會希望說 讓每一個社會人士 都可以幫助我們 讓這個服務能夠 一直運作下去 而且越做越好 那剛剛也有提到說 那這兩年的疫情的關係 其實需求者是越來越多 因為一般 我們一般人的工作 可能都已經不穩定了 那一些剛剛脫有的 貧困者 他們都更加的不穩 所以希望呼籲社會大眾 能夠多多幫忙 那我們一百不嫌少 一千不嫌多 在自己的能力範圍之內 我們可以幫助更多的人 走過火災困境 平安站面對不同挑戰 不斷改變服務形勢 唯一不變的是堅持服務的初衷 也期盼社會大眾 響應1680一路幫您 讓愛永不間斷 請支持人安基金會 1680一路幫您 記者聯席會 台北報導 消極會與經濟部標準檢驗局合作 到各大販售通路 隨機購買10件燃料膏商品 針對主要成分 及中文標示兩項檢測 超越結果 10件有兩件的主要成分 不符合商品標示法規定 我們為什麼這一次經濟部標準檢驗局 把我們常講的酒精膏 把它證明為燃料膏 這是一件非常好的一件事情 因為事實上燃料膏的主要成分 是以甲醇現在為大眾 當然也有一些是以二醇 有一些是乙醇 所以如果說是乙醇的話 我們會比較放心是因為它的毒性 它沒有毒性的問題 但是我們現在最主要是 裡面都是有甲醇 那甲醇的話 事實上是對我們身體的危害是很大的 然後再來 其實更重要的一件事情 就是燃料膏在燃燒的時候 如果它的成分是甲醇 那甲醇基本上面 它的火焰是非常非常淡 基本上面如果說是存甲醇 它是沒有火焰的 意思就是說它是一個明火 但是你不知道它燒在哪裡 所以大家在那個消費者 我們在那個吃火鍋的時候 你會看到那個下面 因為它的純度不是百分之百 所以它的下面也許會有點狂狂的火焰 但是事實上在上面的那一部分 其實它還是有那個火焰 所以實際上這個是會比較危險 那再來就是它整個在那個 現在我們大概就會像那些朋友 大家可以看到我們大概現在 在火鍋店大概都是屬於這一類的 然後就直接添加在補充劑的時候 實際上這個是非常危險的一件事情 因為我們常常會看到消費者 也許在用餐的時候 因為加進去 或者是有些時候小朋友好奇 就直接把水潑上去把它滅了 像那都非常危險 都會產生所謂的爆燃的一個現象 所以這一次我們在這裡面 消費機會就會特別的來呼籲 就是說我們現在一定要針對燃料膏 然後我們再推廣一次就是一次性的使用 然後如果說是用完的話 應該是另外換一個容器的器皿 而不應該是直接用添加的方式 然後在使用的時候 就是我們盡量在通風的環境下 因為畢竟它的燃燒不是這麼完全 會有一氧化碳累積的問題 然後再來就是我們在儲存的時候 其實必須把它放在陰涼的地方 然後盡量避免跟強氧化劑在一起 OK 要不然的話呢 它是讓它有一些潛在的一些風險 以上是消費機會的說明 謝謝 關於燃料膏編遞到商品標示法第9條 第10條規定 以及本部第07年10月23日 經商日幣第10702425870號的解釋令 要標示如需補充本產品 請直接申換器 再添加本產品 以免發生危險 要做這樣的標示 那本次燃料膏商品 標示不果的規定 有4件 就是項刺3 項刺4 項刺5 還有項刺8 那麼關於標示不果規定的部分 我們已經在今年的1月7號 談起喬管的地方政府 用商品標示法的規定來查處 那其中3件已經改正 改正的部分叫做項刺3 項刺4 還有項刺5 已經改正 那一件已經下降 就是項刺8 下降 另外也有一些品項 中文標示不符合商品標示法規定 包含有商品標示酒精膏 但主要成分標示為甲醇 與名稱不一致 另有商品為標示原產地 製造商電化 以及為標示注意事項等用語 那我們的檢測方法 是依照CNS 8523 含甲醇製品中的甲醇檢驗法 來檢測它的主要成分 並且確認是不是跟它的這個標示有一致 那並且依照商品標示法 查核它的中文標示是有符合規定的 那檢測的結果是在實踐中的產品 是有事件不符商品標示法的規定 那其實這個燃料膏的部分 它在使用上 因為是明火 所以它有一些這個危險性 所以經濟部有規定 從這個108年6月開始 這個市售的燃料膏 應該依照商品標示法的規定 就是它要有一些警語 那個警語就是說 如果你要補充本產品 那建議就要直接更換器皿 再添加本產品 以免發生危險 那針對這個查核 我們檢驗結果不符合的事件 大概它主要不符合的情形是說 它的商品名稱 還有它的標示資訊 還有它的主要成分含量 跟它的標示不一致 比如說有兩件產品 它的這個標示是99.9%的甲醇 那實際上我們測出來之後 大概66.8% 那另外有些產品 就我剛剛提到 這個產品其實因為明火 它有一些風險症 所以有兩件產品 它沒有依照這個商品標示法的規定 去標示剛剛所提到的這些相關經驗 那另外還有就是說 這個產品上面 它有標示這個酒精膏 有兩件 那事實上 因為它的成分都是假醇 所以它如果標酒精 這是不符規定 那另外還有一些 可能在製造日期 有效日期 延產地等等 這些部分也有缺農 總共是事件不可能的商品 綜合以上 各位專家學者的這個說法 大家可以看到 現場我們所陳列的這一些燃料膏 大家可能 平常我們在外面 你們會看過 這什麼常常看過呢 可能在小火鍋店 或者是在一些台菜海鮮餐廳 有一些部分的這個菜肴需要加熱的時候 你們可能會看到 那這裡今天這個 中和各位專家學者的一個說法 我們調查了目前市面上這些燃料膏 其實主要的成分 調查這10件 成分主要成分都是甲醇 那甲醇剛剛有如同這個 我們麥教授說明的一些風險性 必須要在 注意使用時候必須要通風良好 免得產生這個氧化炭 而且這些燃料膏它在燃燒的時候 有時候火焰並不是我們肉眼能夠分辨得很清楚 也就是說我們消費者雖然看起來說 現在沒有火了 可能要請店家你再來補充燃料膏 其實那個時候可能還是有火 所以如果說有需要更換燃料膏的時候 必須一定要注意就要更換那個氣 不能夠再把燃料膏添加到原來正 可能你認為它已經熄滅了 其實它還在繼續燃燒的一個氣氧當中 在過去曾經多次的發生這樣子的一個危險 造成的這個消費者或者是這個 店家員工的一個傷害 我們這邊特別的要提醒消費者 在使用的時候 如果商家是要以這個燃料膏 直接可以添加在原先的氣氧當中 請你要記得提醒商家不可以這麼做 或許員工的教育訓練不是很足 但是我們消費者必須要知道 因為這個是攸關到你自己的生命財產的安全 請店家來更換燃料膏的氣氧 而不要直接把燃料膏添加在 添加在你的這個已經在使用的氣氧當中 主要就是過去曾經發生了許多這樣的一個風險 那我們這次調查的這個結果 其中有這個主要成分 主要成分我們調查的都是甲醇 那有兩件的結果 那它標示甲醇的這個成分是99.9% 而其實不可能 因為甲醇如果說成分達到99.9%的話 那麼它就沒有辦法呈現出 我們目前所看到的這個高狀的這個燃料膏 所以不太可能 那麼因此這個標示成分甲醇99.9%的顯然是錯誤 那麼其他就是關於中文標示 就是比方說雖然成分是甲醇 但是它其實它那個品名上面寫是酒精高 那如同剛剛麥教授所說 酒精其實是乙醇不是甲醇 所以這個品名的標示 也與實際上產品的內容不符 那剛剛蔡司塔也說已經有請這個業者 必須要更正 甲醇揮發性高 無色易燃且有毒 對眼睛容易造成刺激 接觸到皮膚也容易造成發炎及過敏 因此以甲醇為主成分的燃料膏 使用上藥特別留意安全危害 包括避免透過呼吸及皮膚進入體內 記者文君台北報導 以上就今天的中家新聞 也歡迎您到中家新聞的臉書及YouTube按讚 就能及時獲得最新的在地新聞 另外我們也與FM輕鬆電台96.9聯合直播 歡迎準時收聽 非常感謝您的收看 我是蔡小君 祝您一切平安 我們再會 謝謝 散播假消息好可怕 让我来带您看一起假消息的社会案件 话说基隆有一名富人在聊天群组分享自来接中 中药行夫妻确诊死亡还附上消毒照片在line群组不断被转传 越闹越大连中南部亲友也知道搞得左邻右舍都很紧张 大家必知为恐怖及后来结果怎么样 中药行夫妻根本没死啊也没确诊啊 当地里长找到这名散播消息的夫人 她解释并不是有意的指示转传 没想到事态会这么严重 她亲自前往下跪登门道歉 中药行老板最后决定原谅她不追究 这是真实案例要告诉您 疫情期间假消息可能就在您身边 一定要聪明辨别记得一 眼见不一定为真二 分享前再想一下三 养成讯息查证的习惯记得一 眼见不一定为真二 分享前再想一下三 养成讯息查证的习惯 因为很重要 所以讲两遍要记得欧中家集团关心您 学着疫情升温 假消息满天飞 到底哪个才是正确的 利用以下三个超实用APP 简单操作快速查证 LINE讯息查证 加入LINE好友 提供希望查证之讯息内容 即可查证 另外还提供最新查核讯息 供民众了解 台湾事实查核中心 LINE搜寻台湾事实查核中心 加入好友 将收到的讯息整篇贴上 即可查询是否为假消息 买勾片 同样加入LINE好友 当您收到不明消息 直接转贴到买勾片 查证时可点选绿色按钮 前往查证结果 也可点选橘色按钮 直接将查核结果 转达给亲朋好友哦 记得 收到疫情传言时 不转发 多查证 散播假讯息不仅会发钱 还可能触犯行责 也会造成不必要的恐慌 那我们一起对抗病毒 正向防疫 眼界一定为真吗 我们换个角度来瞧瞧 所以记住眼界不一定为真 科技进步人人都可以是记者 是编辑 有字有图 有标题 越耸动让人印象深刻 作者可能只是太无聊 来玩玩而已 另外还有照片 合成技术造假就更容易 还有现在很夯的AI技术 可以一花揭幕 不是他说的都会变成他说的 那该怎么办教你简单小贴富 一看到消息前先想一想 这会不会是假的 二养成查证讯息的习惯 看看新闻来源 作者还有日期 更要通过各种管道来查证 破解假讯息行动 四不一样 不要只看标题 不要分享 不要按赞 不要惊慌 要查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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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中家集团关心您